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天干 这节课呢我们来破解十二地支之谜 一经中有云,钱为天,昏为地 天和地它本身也是一对阴阳 也就和天干和地支是一样的 如果说天干为阳,那地支就为阴 但同时啊,细分地支 它又会有各种各样的像呈现出来 很多人对地支并不陌生 耳熟能详的有十二生肖 我们小的时候常讲的 子俗,丑牛,银虎,卯兔,成龙,四蛇,五马,未养 生猴,有鸡,虚,狗,害猪 这个其实就是地支 十二地支呢是古人用来记录时间的符号 因为有十二个符号 所以也叫做十二地支 这十二个符号分别是 子,丑,银,某,臣,四,五,未,身,有,虚,害 这个呢也是十二地支的顺序 一定要记牢了 那我们想要了解十二地支 就要了解每个地支的性质 子为羊水 居于正北方 煮的是池塘河沟之水 具有滋润花草树木的功效 它的性质是柔软而有力的 也会代表女人盗贼等 丑为阴土 居于东北之方 又名冰土 煮潮湿湿润的意思 有养育万物造福人间的功效 它的性质呢是慈善而稳重的 尹为羊木 居于东北之方 又主大山林木 是可以成材做栋梁的 它的性质呢是刚直而且坚硬的 卯为樱木 居于正东方 又名花草之木 有美化人间装饰大地的功效 它的性质呢是柔软南京风雨的 尘为羊土 居于东南之方 又名湿土 能够挡住洪水 修筑城墙 它的性质呢是坚硬而且潮湿的 四为樱火 居于东南之方 又名暖火 有温暖千家万户的功效 它的性质是柔而温暖的 五为阳火 居于正南方 又名烈火或者太阳之火 有炼化金属的功效 可以照亮天下 它的性质是猛烈而内需 卫为阴土 居于西南之方 又名浅土 代表是干燥之一 有修筑房屋的功劳 它的性质是温暖而坚硬的 身为阳金 居于西南之方 又名桑金或者刀剑利金 有削折木材 削杀万物的功效 它的性质是非常刚猛 而且坚固的 有为阴金 居于正西之方 又名纯金或者装饰之金 代表美丽豪华的意思 具有美丽动人的功效 它的性质是柔软而高贵的 虚为纯阳之土 居于西北方 又名造土 有生育万物之功 可以造福人间 它的性质是坚硬且厚实的 亥为阴水 它居于西北方 又名雨水 有灌溉万物 淹没山石的功效 又称湖海之水 它的性质是猛烈而至柔的 天干分阴阳五行 地质也是一样 关于地质的阴阳五行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格 我们对着表格来看 其中阳性的地质有 子 隐 尘 古 身 虚 阴地之有 丑 某 似 味 有 害 其中 隐 某为木 似 武 为 火 身 有 为 金 害 子 为 水 尘 虚 丑 味 为 土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木 火 水 金 都是两个 而土对应的是四个 所以 尘 虚 丑 味 我们还需要细分一下 丑 位是阴土 尘 虚 是 阳 土 大家看到程序丑味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其实这四个地质也代表财库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八字地质这一栏 有没有这四个字 如果有的话就代表有财库 数出几个就代表有几个财库 除了阴阳 地质也有各自代表了方位 字迹和时辰 某为东方 陈 四为东南方 五为南方 卫 身为西南方 有为西方 须 亥 为西北方 子 为北方 阴 丑 为东北方 阴 茅 尘 为春季 四五位 为夏季 身 有须 为秋季 亥 子 丑 为冬季 十二地质也对应着我们人体的不同的部位 比如说 子 为 耳 也为 膀 光 丑 为 肚 为 皮 尹 为 手 为 胆 毛 指的是肝 尘 为肩 胸 为胃 四 为面 五 为眼 为小肠 胃 为脊梁 为皮 身 为经络 为大肠 有 为经血 为肺 须 为命门 腿足和胃 亥 为头 肾 心 一年十二个月 是地支十二个符号 一个循环的记录 一月三旬 一旬十天 即是天干十个符号 一个循环记录 将十二地支与十天干排列组合 就可以得到六十个不同的符号 这就是六十甲子 可以用六十甲子循环来 记年 记月 记日 记时 十天干相对于十二地支而言 十二地支将对于十天干而言 为阴 天干与地支的关系 就像是树干与树枝的关系一样 天干为树干 地支为树枝 我国有很多传说 都是跟十二地支有关的 比如说民间传说有 太阳中有金乌 月亮中有玉兔 其实我们观察十二地支就能发现 某鱼有正好是对冲的宫位 所以在古代 某有也被称作日月之门户 由此可以看出啊 十二地支与我们民族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和我们生活也是密不可分的 除此之外 地支还对应着月份 正月为隐月 二月为某月 三月为沉月 四月为四月 五月为五月 六月为未月 七月为深月 八月为有月 九月为虚月 十月为亥月 十一月为紫月 十二月为丑月 地支不仅对应了月份 还对应着时称 在古代一个时称是现在两个小时 这样对照下来 紫时是二十三点至一点 丑时是一至三点 饮时是三至五点 冒时是五至七点 沉时是七至九点 四时是九至十一点 五时是十一至十三点 畏时是十三至十五点 生时是十五至十七点 有时是十七至十九点 虚时是取九至二十一点 害时是二十一至二十三点 听到这儿 是不是觉得地支的内容可真多 没错 一个好的命理师 一定要守己地支的特性 并且要非常精准地懂得 上述地支在何种条件下去用 这样才能融会贯通 地支中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每一个地支都有一个或几个藏杆 地支相比天干属性就要复杂很多 地支的藏杆非常重要 我们在看八字时 无论是钱财 事业 一个人格局高低 以及他的社会关系等等 我们都可以看藏杆是否为用神 包括他是否受克制与我们日主的关系 来做个判断 关于十二地支所藏的天干 我们看的下面这张图 子中藏鬼 丑中藏即鬼心 丙中藏甲饼物 某中藏乙 臣中藏物即鬼 四中藏饼羹物 五中藏丁挤 位中藏丁挤乙 身中藏羹人物 有中藏心 须中藏物心丁 害中藏人甲 这是一定要熟记和背诵的 大家可能会非常苦恼 这张表格呢 看起来很凌乱 有的地支藏干是一个 有的是三个 这个要如何才能记得呢 我在这里和大家归纳一下 方便大家记忆 我们把以上地支三个三个分开为一组 可以分成四组 长生枝每行的开头 都是隐身四害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呢都是阳地支 所以他们的藏干都是阳干 除了最后一个害 其他呢都是三个藏干 我们把这一列四个称为长生枝 以隐木为例 带有甲丁物三个藏干 隐的五行属木又是阳地支 天干甲木也是木又是阳天干 所以隐木中藏甲木是比较好理解的 作为长生枝本身含义就是有生发的作用 因为木本身是可以生火的 所以长生枝会自带一个生出来的五行 因此隐木中会带有火藏干 四长生藏干全部都是阳 所以呢 长生的火也是阳性天干的 阳火除了害水不带雾土 其他三个长生都是带了雾土的藏干 大家可以记忆一下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四火 四火的长生是耕金 所以四火藏丁物耕 除了长生枝还有砖气枝 砖气枝顾名思义 这四个地支是最纯的 除了五火外都只有一个藏干 子五虽然是阳地支 但是内都是阴藏干 而矛有是阴地支 内部藏阴干 我们只要记住 四砖气中都只藏阴干就可以了 子为水 天干为鬼水是阴干 所以呢 子水藏鬼 矛为木 天干中以木为阴 所以矛藏矣 五为火 因火天干为丁 己土既于五 有为金 阴金的天干为心 所以有中藏心 接着是四木库 木库都是由土五行组成的 土可以容纳万物 所以地支中的四个土啊 藏有金木水火四种五行 从记忆角度来讲 所有的地支土都有三个藏干 除了陈须中有一个雾土为阳干 其他都是阴干 原因是 陈须为阳土地支 天干代表阳土为雾 所以陈须中藏雾土 丑味为阴土地支 天干中代表阴土的为己 所以丑味藏己土 余下的两个藏干 我们可以按照表格来看 陈属于春季 春季木网 所以陈藏木 阴性天干为乙木 还有一个藏干是春季前的一个季节 冬季 冬季水旺 所以陈藏水 阴性天干为鬼水 按照这个规律 我们不看表格 自己来推算一下 味土的藏干 味土地支为阴土 所以有极土的藏干 味土生在夏季火旺 所以阴火的天干为丁 还藏丁 夏季的前一个季节是春季 春季木旺 所以还藏了木的天干一夜 讲了成和味 剩下的丑和虚 大家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这样的藏干原理比较复杂 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和背诵 做总结用的 如果能直接背下来就更好了 背不下来呢 也可以先看排盘中所显示的 多看就记住了 地支是医学预测体系中 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 地支的关系也会比天干要多很多 分别是和 冲 行 穿 破 地支在八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地支的作用通常是会代表以下几个方面 本人的心性 家庭友情的关系 社会中的人际关系 赚钱的方式类型 比如地支中以和为主的人 那么在工作中就善于主队一起做事 在家庭中呢也善于融入大集体 以冲克为主 事情会突然有一些比较大的起伏 在人界交往中也会倾向于更加直接一点 大家的脑子里首先要有一个概念 也就是圆局八字中的特殊地支关系 我们在解读的时候要首先解读 比如三和六和六冲行破穿等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讲讲不同组合在八字中的表现 第一个我们来讲三和 三和有木局害卯卫 火局引武虚 金局似有丑 水局深紫辰 这四种和局请大家像口诀一样顺序背诵出来 到滚瓜烂舌的程度 这些以后再看人际关系 包括看一些神煞都会非常有用 三和局呢是五行能量的一种汇合 代表五行在八字中的气势非常的旺盛 因此在预测八字的时候 如果有三和局 那这样的人多数会处于一个相对和谐 团结的集体中做事 家庭中的氛围也会比较融洽 三和局还有变异的版本 第一个是生地伴和 一共有四组 分别是亥某 丙武 四友 生子 第二种是木库半和 也是四组 分别是某位 武虚 由愁 子臣 这种组合呢在八字中形成半和局 一般是要相邻的两个字才会有意义 它的能量呢大概是三和局的一半 讲完三和呢我们再来看看六和 第二种呢就是地支六和 是地支两两相和 十二地支一共就会有六种组合 分别是子丑和画土 隐害和画木 某须和画火 陈酉和画金 四生和画水 五味和画土 我们在记两两相和的口局的时候 同时也要记一下和画出来的五行 六和的关系呢也是一种合作 有和好的意思 类似夫妻之间相和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呢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各具特色的 有的是互相帮助 有的是互相支援 有的是完全不计回报的付出 那我们从八字组合中 依然能看出各种各样的关系 子丑和画土 这就是一种合中待客的关系 因为丑中本身就藏有鬼水 这种合作仇吐是紫水的官杀 如果双方力量相等 仇吐呢就可以看成主动的一方 好比婚姻或者合作中主导的一方 会给另一方下命令 掌控对方 同时呢也会给对方帮助和支持 是一种比较良性的控制 命局中有这样组合的人呢 给人外表稳重的感觉 但是内心想法会比较多 思维活跃 隐骇和画木 这是害水完全付出给隐木一方的组合 这种合作属于害水的能量 全面导向隐木 表面上来看 双方利益和追求目标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隐木本身带有火 如果害水很旺 就容易使隐木中的丙火受伤 害一方就好比一个控制于很强的配偶 没有边界以爱的名义 为隐木一方付出 家务全包 结果隐木就丧失了自己的组建 因为炳火代表隐木的思想和行动 如果八字恰好熄火 就会显得有些懒惰 而且得过且过 接着我们来讲 炳虚核花火 这也是一种核中代客的组合 炳和虚力量相当的时候 炳木作为主动的一方 通过羁绊达成合作 炳虚核成的火 向家庭中的子女通过孩子的连接 促成了婚姻和家庭 这组的核克和子丑还不太一样 丑土中藏有鬼水 所以在核化的过程中和大羽克的力度 而某虚核某木中只有乙木 虚土中含有物丁心 双方内在的价值观基本是不一致的 克的特点会更加显著 所以在八字中有某虚核的人 很容易自相矛盾冒合神离 陈有核化金 这组合同瘾亥和内在关系有些类似 陈土会全力的生金 使这组组合的金的能量上升 如果圆局金的能量就强于陈 那么就会破坏陈中的乙木 当八字喜目的时候 这种相和反而是不利的 就像是一对夫妻 陈的一方为有的一方付出 但是有的那一方完全不懂得感恩 甚至变本加厉地掠夺陈土的更多资源 如果八字有这个组合 就看金和木所代表的事件来判断了 接着我们来讲四生核化水 四的本器是火 深的本器是金 这两个地支都是长生枝 再加上四火性质多变 所以两者组合合化成水 如果双方力量相当 这组组合中四火容易简粒 身金增粒 如果四火强的时候 则身金受到的伤要更多一点 这种组合的关系 好比是两个实力随时变化的双方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就有点像外交关系 八字中有这样组合的人 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容易时好时坏 纠缠不清 容易出现相爱相杀的情况 最后我们来讲五味荷花土 这个组合在六种组合中是关系最融洽的一对 五火全力升卫土 集中能量在一处 合力很强 卫土受到五火的升幅 力量加强 而卫土中含有乙木 不至于完全卸走五火的力量 双方不但关系好 而且会有互帮互助的意思 所以这个组合呢 火土气势很强 如果八字洗火土的人呢 则会好事连连 如果八字过躁 则能量太过于集中 容易无助一致 身体上也容易出现问题 由此可见啊 合不一定全是好事 还需要具体放在八字中来看 以上呢 就是地之合的特殊关系 如果在八字原句中见到 要特别的重视 接着我们来说说方局 方局是一种力量的会局 和前面的三合局会有些类似 也叫做三会局或者三方局 一共有四种 银某城东方木局 四五位南方火局 身有虚西方金局 害子丑北方水局 八字中如果出现相应的一组三个地支 表示该五行能量在圆局的能量是很强大的 比如说银某城为春天的三个月 春天木网 地支遇到银某城木器呢 就会明显的增强 和汉某位不同的是 汇局中的关系没有合局那么紧密 打个比方就像这次疫情 全国各地呢 纷纷支援湖北 组成了临时的医疗队伍 这个医疗水平和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配合程度和紧密程度不如三合局稳固 因为三汇局它不是特殊的地支关系 它只是某种五行能量汇聚起来了 导致能量特别大 所以呢在预测时间中也可以作为参考使用 这里和大家做简单的介绍 接着我们来讲六冲关系 所有的六冲不管发起方是谁 在作用上都可以想象成是来回的震荡 互相受伤 力量强的那一方受到的伤会相对小一点 六冲呢一共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叫砖器相冲 有子武相冲 毛友相冲 大家会发现都是砖器和砖器相冲 水火相冲 金木相冲 属于直接激烈 关系简单 如果把冲比喻成打架 那这两组呢就是两个钢铁直男的斗争 不会波及他人 所以受伤牵连的五行比较单一 关系比较简单 如果两者之间力量相当 则水胜火 金胜木 但是金和水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所以说呀 如果水和金的力量强 则另一方火和木 则是又被冲又被渴 反过来 如果木和火 八字中力量过强的话 强于金和水 则被称为反冲 其实不论方向如何 相冲的双方都会受到对方的伤害 在八字中有冲的命局 硬是会比较突然 如果这个五行对应的是钱财 这会在钱财方面会有些突然的进财和突然的破财的情况 而且这种进出的数量也是比较可观的 第二种类型呢 是四肢冲斩 由隐身相冲和四害相冲 同样是金木水火之间的交斩 但是呢 每个地之所含的藏杆就比较多了 所以呢 就会比较复杂 在力量相当的情况下 也是水胜火金胜木 不同的是四肾之因为藏杆比较多 所以藏杆之间也会不同程度的受伤 就好比是两个小家庭打架 这家的爸爸和对门的爸爸打起来了 那两家的儿子呢 也会撸起袖子加入战斗 结果自然是藏杆也互相受伤 如果受了伤的藏杆 正好是八字的洗神 那么则代表这个六亲或者事情上会有灾 第三种相冲的类型是木库相冲 有陈须相冲和丑味相冲 这一组是四个土两两冲战 陈为水库 虚为火库 宠为金库 魏为木库 在三合局中 害某位合成木局 因此魏土就是木库 其他的三个地质可以以此类推 四库藏杆也很多 可以比喻成是家族和家族间的战争 两两相遇的时候 双方家族中的每一个人 都会参与到这个战争中 结果就是藏杆各自受伤 通常八字力量弱的那一方 那么受伤就会更加严重 如果力量弱恰好又是喜用神 则它代表的六星器官或者事物 就会受到损伤或者破坏 举个例子 比如丑味相冲 丑中的藏杆是己心鬼 味中的藏杆是己乙丁 那么双方力量相同的条件上 鬼中的丁火刻丑中的心经 味中的丁火刻丑中的心经 味中的乙木刻丑中的几土 丑中的鬼水刻味中的丁火 丑中的心经刻味中的乙木 遇到土冲的年份 事情虽然会来得比较突然 但是呢也是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时间会比较长 讲完冲我们再来讲讲穿 穿在八字D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穿的动作的含义呢 就是从内而外的破坏 从侧面破坏 可以想想我们穿真影线的动作 那穿呢也叫做害 穿和害是一个东西 分别是子味相害 丑武相害 隐私相害 卯尘相害 生害相害 有虚相害 穿的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为 双方都受到了伤害 在八字的具体应用中 必须要结合公位 两个相邻的公位发生穿害 则公位所代表的六倾 就会出现问题 也会代表这个五行 所对应的先天的一些 身体方面的器官 会有一些损伤 并且会在特定的年份 引发疾病 如果穿和冲都代表破坏 则冲呢是来得快去得快 而穿呢是缓慢的 从里面破坏的意思 如果是两国交战的关系中 冲可以看作宣战 而穿更像是内部间谍 互相的渗透 或者从意识形态上瓦解对方 接着我们来讲讲行 行顾名次义 就是刑法 从内心来讲 就是煎熬难受的意思 第一种行呢 叫四桃花之间的行 其中就有紫茂行 一般也称为无理之行 本身水是来生木的 茂木的力量很纯 不需要水来生 而紫水多数时间 也是自古自 只加强自己的力量 不太喜欢付出 在人际关系中 紫水就相当于长辈或者老师 茂木就相当于下属和子女 长辈和老师 指导孩子或者下属 下属不知感激还很固执 双方沟通有障碍 就变成了无理之行 剩下的游游舞舞 为专器中的自行 游游自行 舞舞自行 专器之中 自身的力量强大 相当于两个人 都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人物 互相不服气 又不能把对方怎么样 只能互相不爽 在八字中出现自行 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多为身体上 或者精神上的损伤和受伤 第二种情况是 四生之相行 其中就有隐四生三行 这组三行组合里面 是根据八字 木火精能量的差异 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木火强的时候 生精受伤 精水强的时候 则木火受伤 园局中需要三个地支 同时出现 以三个地支连在一起为众 四生之在神煞中 又叫一马主流动 所以呢 有这种三行的人呢 在肢体上要注意受伤 在器官方面 也需要小心管道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呼吸道 肠道等 还有就是害害自行 这种情况 多数也是身体 或者精神方面的问题 第三种行呢 叫做似木库相行 有丑 未 虚 三行 丑未 虚本身就是木库 我们前面提到了木库 可以看作是家族和家族之间关系 所以有这种三行的人 小心六庆缘分的问题 而且因为木库中藏杆比较多 关系会很复杂 相行的时候呢 都会有多个藏杆受伤的情况 比如说 未须行丑 则筋容易受伤 丑须行畏 则木容易受伤 接着 自木库相行中 还有一种是 沉沉自行 这种自行呢 损害没有上面三行明显 多数也是身体 或者精神方面的问题 除了以上 八字中 还有相破的说法 子友相破 沉丑相破 隐害相破 某五相破 自身相破 未须相破 相破围在一起 非常容易吵架 斗嘴 整天有事没事都要吵一吵 而且破呢 它本身也会代表破坏捣乱 内部矛盾 或和拆桥 拆台 等等 我们古语说呀 天干一懂地质难学 说的就是地质变化的复杂关系 但是学好这些 也是八字的基础 地质间关系运用 不仅可以单独看成一个人命盘的情况 还可以看流年大运 看两个人的合盘等等 恭喜你又攻克了一个八字中的难关 我们明天继续深入学习八字的排盘方法 大运